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三集 至于Club Factory如何通过营销手段提高品牌口碑 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四 再次起飞期 据Crunchbase最新信息透露 2019年4月Club Factory将完成第一轮融资金额未公开 对于即将要或者希望拿到新一轮融资的Club Factory C端市场用户的增长 或是打破外界疑虑的最好方式 飞速增长 抢时间跑马圈地通过投放买量且ROI可控的前提下 Club Factory在这段时间需要抢占更多的APP安装量 抓住新平台流量红利 从今年3月份起 Club Factory就开始加大投入应用安装的付费推广 尤其瞄准刚风靡起来的TikTok抖音海外版 众所周知 新平台往往竞争较小 在流量红利期性价比极高 Club Factory营销团队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渠道 TikTok被列入当地用户最受欢迎社交软件 从Bixby等工具上搜集到的广告来看 Club Factory在TikTok上投放的90%以上推广目标为应用安装 而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媒体渠道上 以应用安装和购买转化为目标的推广都约占一半 而这段时间 Club Factory的广告素材和转化手段也设计得很有意思 从广告素材形式反推营销策略 通过分析Club Factory的广告形式 若单从八道的素材来看 其广告策略很正常 但有意思的是 如果我们从它的下载量和热度暴增的六到八月的素材分析来看 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Club Factory在六月大促期间 推出了一元听传广告 类似我们国内的一元夺宝活动 每人出一块钱就机会抽到手机 理论上这种活动在印度应该会得到不俗的反响 但我们发现 大概在六月底时 Club Factory基本停止了这类广告 然后到八月份的三周年大促时 这类广告又大批量的出现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效果好 为什么 Club Factory不选择从六月持续推广到八月呢 在解开这个谜题之前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一元听传广告的利弊 其好处就在于 获客成本CPI非常低 用户只要下载注册APP即可参与活动 且利于自传播 但是不足之处也表现得很明显 就是ROI肯定不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客户安装APP的目的很明确 当然是冲着奖品来 而且这种广告诱导性强 必然也导致卸载率高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推测 Club Factory在六月份时 只是做了一个小规模测试 看看一元听传广告的效果 当发现安装成本不错 但ROI却很低 就停止了 毕竟当时Club Factory的主要策略 是要求高ROI 但来到八月份 因为要充用户量 充榜单 再加上三周年大促活动 用户量成为Club Factory的首要目标 所以就重启了一元听传广告 八月底 我们又发现Club Factory 在测试类似的主打便宜的全网最低价广告 其另一点就是比其他平台都便宜 Club Factory虽然卖的商品都比较便宜 但它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快时尚 而现在从它明确强调的最便宜这个广告利益点中 我们可以推测出它的定位已调整为低价商城 简直就是一个印度版的拼多多 这里大概意思是 买一件T-shirt Snapdill 499 Flipcart 399 亚马逊450 Club Factory 369 真是TMD便宜 货客转化路径分析 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Club Factory的广告转化路径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跳转官网引导购买 第二种是跳转APP商店引导安装 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两种策略下的用户转化路径 极其利弊 一 第一种用户转化路径 直接跳转官网引导购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